歌手节目被爆出公然刷票作弊!疑似为汪峰铺平歌王之路。 本季歌手自开播以来,就有不断的传闻指汪峰就是今年的歌王,只是汪峰在歌手节目上一直表现平平,加上后期的贴管歌手实力坚强。 网友们基本上是将歌王锁定在杰石姐和藤格尔身上。 只是最近几期汪峰似乎开了挂,成绩极其直追,今天又有网友爆出节目组试图通过刷票的方式,从而影响汪峰在决赛上的出场顺序,这样看来今年的歌手还真是不简单。 。 前几天歌手节目组举办投票,投票的结果将直接影响歌王之战第一轮分组后的组内出场顺序,票数高的第五个出场。 。 第一的那位则是第四个。 。 在汪峰和张韶涵的对决中,原本汪峰票数被压得死死的,只是在短短几分钟内,张韶涵涨了一千多票,汪峰则是涨了两万多票,剧情进行了神秘转。 。 而且更为蹊跷的是评论区的投票大致都是投给张韶涵的,一分钟涨几千票的神操作,引来了粉丝们的纷纷不满。 。 大批节目有黑幕,过分啦,一分钟涨三千票怎么可能,看评论全是投张韶涵的,为什么会被反抄,清白自在人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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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只是一个投票,但投票的结果也间接影响了晋级的人选。 。 本季歌手的决赛选不了新赛制,总决赛分两轮,第一轮是邦邦唱,第二轮是独唱,杰石姐,腾格尔,霍尊三人为第一组,汪峰,张韶涵两人为第二组,华晨宇,李全两人为第三组。 。 美组演唱完毕后进行及时投票,得票最高的三人晋级第二轮,剩下的歌手通过再次投票,票数最高者为第四位晋级歌手。 据悉汪峰这次的其中一首选歌是《我爱你中国》,每一季的《歌王之战》选择这样的大哥,来唱似乎更加容易引起观众们的热烈反响,比如之前韩红的一首《天鹿》 《歌王》简直就是妥妥的。 除了选歌之外,邦邦唱嘉宾也极为重要,这次张韶涵请来了毛不易,汪峰则是请来了谭维维,这一组谁胜谁负,似乎不用多说大家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吧。 对此还有粉丝说道,谭维维加汪峰,怪不得张韶涵请的毛不易,输定了。 除了这次的刷票事件,之前杰世界中途退赛也是疑云重重。 原本那一期张韶涵,不过由于杰世界缺席,那一期就没有淘汰任何歌手。 因而捣住了张韶涵。后期的比赛中,杰世界、华晨宇、腾戈尔成绩一直稳居前三。 在很多人以为杰世界缺席后,华晨宇会一支赌秀完成四连关的时候,一匹黑马诞生了,汪峰以一曲再也没有逆袭获得冠军,这也是汪峰首次在歌手的舞台上获得冠军。 杰世界的离开,华晨宇的失误,加上现在刷票事件,有人说这是节目组在为汪峰铺平冠军之路。 至于今年的歌王花落谁家,相信本周五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答案。